我覺得基本上第一個從結果來看的話 鹽寬恆他在在地的這個基本盤 或者是說基層的這個實力的票 是真的都有出來 八萬票 八萬票八萬一千票左右 因為在罷免的時候 那時候是七萬七千多票 對上七萬三千多票 但是罷免的票不見得都是支持鹽寬恆的 那也有一些中間的等等的 那這一次投票率從五十一點多 提高到五十八%左右 所以支持鹽寬恆的票 就來到了將近八萬一千票 然後到林靜寅這邊是八萬八千多票 這中間我們要看的是 當初反對罷免的七萬三千多票 到現在林靜寅的八萬八千多票 有一萬五千票的落差 這一萬五千票從哪裡來 我必須講他們的空戰是成功的 所以這也證明一點就是說 第一個他的基層的陸軍 真的有動也有出來 可是差了什麼 差了空軍的彌補 那民進黨這邊不是說完全只有空軍 其實民進黨在基層也有他的 他的基層的陸軍在 所以他是陸空全部總動員 而且在空軍這一派是強力的打 是國家級的打 那岩家這邊或岩寬恒這邊變成是怎麼樣 陸軍是真的是用盡所有的力道 可是空軍沒有奧援 那當初可能或許在策略上面這些等等的 認為以陸軍為主空軍 那空軍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靠岩寬恒自己 因為你看他面對的是整個這個政黨 整個國家級的這樣子的攻擊 他任何人我認為都很難招架 所以他最後開出來這個 如果你支持他這一部分 單單看他這個八萬千票 我認為是真的有吹出來 可是真的就是空軍那一塊 那個一萬五千票 是真的我認為至少一半以上受到 那個這個對手在空軍上面的一個撼動 然後出來投票 所以投票率你看也改變了 從原本的五成一的罷免時候的五成一 到了五成八喔 五成八在補選的投票率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原本的一些預估裡面 我們認為說如果有五成就算是高的 因為沒有總統大選帶動 對 但如果你又破了五成之後 以陸軍為主的岩寬恒當然就不利了 因為你陸軍再怎麼拿 投票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不可能就是你陸軍平常這些接觸的人 所以這告訴我們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現在的選戰 絕對是陸軍加空軍 全部三軍通通要一起來 才有可能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黨內的分工合作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各施其子 比如說這一次如果以空軍來講 我會覺得說如果黨能夠給他 三個或幾個厲害的發言人 那或許在反制上面就會不一樣 起碼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反制跟平衡 可是這一點我覺得就相對就可惜了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選區結構的改變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日後任何一個政黨 尤其是國民黨 你在基層不能只有服務 你的這個平常的宣傳 各方面等等 網路的經營等等 可能都要同時並進 那尤其對於目前國民黨的狀況 包括民代不管是議員立委等等 我們在經營基層上面 勢必一定會更加的辛苦 而且要更加的賣力 那我從這一次的這個結果 看得出來就是說選民結構 當然那個人口結構是有改變沒有錯 可是第一個 他的基層實力還是在的 因為那個基本法是絕對有吹出來的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就是當初在整個策略擬定上面 在空戰這一塊面 沒有找到有利的這個施力點 或者能夠幫忙他的這個部隊 來幫忙 否則這一戰我覺得是真的是很可惜 有人說會影響到盧軒的市長連人 有會影響到嗎 我覺得比較會影響應該是在士氣 起碼在短期內這個士氣是一定會影響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尤其補選他是全國矚目 然後一對一的選舉 他就幾乎是兩個兵團的作戰了 那在兩個兵團的作戰裡 戰敗的一方士氣一定會受影響 那對於獲勝方他士氣就會高漲 那這個士氣的一高一漲 一定會影響 那可是還好就是說現在距離選年底的選舉 起碼還有十個月十一個月的時間 再加上我想盧市長也有他的一些政績 所以這部分看怎麼樣能夠在在整個盧市長 未來他在競選連任的時候能夠做很好的一個整合 那第二個也如同我剛剛講的就是不能只有做啦 你怎樣能夠讓你的政績 讓更多的市民了解跟知道 因為對於我們現任者來講 不管是議員民代議委或者市長 我常常講做好是應該的啦 做事情是應該的 你做好了六十分 但是你能不能在選舉的時候選上 那不見得 那變成你還要再外加一些其他東西 包括你的文宣 包括你的宣傳 包括你的形象 這些等等的 才有可能在競選的時候 順利的連任或當選